欢迎收看小李说球 霍华德复出 时隔21天 霍华德终于在9号复出 但云豹队111比114不敌英雄队 惨到9连败 这是云豹队8连克的第三场 也是春节前的第二场 目前云豹队是一胜十负 霍华德砍下29分11篮板 然后24分钟就拿下了这个数据 还是比较炸裂的 他场军但是还是非常好 三分是一中一 罚球是五中四 数据还是不错的 但是整体来说 但是还是没有赢 最后30秒落后两分 霍华德传球实务 云豹队犯规战术 对手二中一 云豹落后三分 霍华德场下篮板叫暂停 裁犯吹他技术犯规 霍华德不服 要干裁判 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最终还是输球了 霍华德最大的问题确实是出新 本赛季他只打了五场比赛 先后两次受伤 第一次受伤缺席26天 第二次缺席21天 我都服了是吧 有人说因为三场背靠背 那台湾的那个业余联赛能有多大强度 接下来的两场比赛是1月15号和2月5号 谁有没有平台 怎么看这个霍华德的球 我挺想看的 但他好多平台的窝 这个比较恶心 我是真的想看 没有资源 霍华德已经是被台湾的 已经为这个弯弯的妹子给毁了 他已经是乐不思美了 整体情况下 他可能都要在美国安居定 就这个问题我怎么看 他也是个大聪明 绝对是个大聪明 绝对是个人才 霍华德这个人 确实还是比较好笑的 比较好笑的一个人 职业生严 他就一直一向无私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另外元旦跨年那天 也是被人拍到 他是跟某位名媛一起去开房 但不知道是谁 另外多次调戏 有父之父 云豹队的拉拉瑞女队长 玄玄 另外给人家发非常 非常 猥琐的语言论 可以说他在场上并奴心打球 虽然这场打得好 但不要忘了他已经休息三周了 他一个人休息的时间 都会赶上了 安东尼戴维斯加库里的时间 大家杜丹特的时间 也是个奇葩 还是感觉到可惜吧 他之前未来呢 还是挺想回回NBA的 但是越打越不行 越活越浑炫 最终是真的是没有时间再回NBA了 肯定要替他挺惋惜的 实话实说 我感觉我对他非常的惋惜 本来他是有机会 本来他是有机会回去的 但最终懂的都懂 说到这里